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福报不够 他会常常的听到是非 所以一个人有福的人 不会经常听到别人在他耳朵边上 说这个说那的 这是福报不够 他就会生气 常说别人会让你痛苦 我经常说这个人好 这个人不好 我会心中痛苦 不如说是你自己修养不够 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是我们自己没有修养和忍耐 人的痛苦就是在于 一直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因为追求错误的东西 才会让自己难过痛苦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学博 以为是对的 不一定是对的 追求到的不一定是幸福 要鸣理